至於藍綠色的這台嘛 按下下方的訂閱頻道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 順便追蹤一下IG跟FB 之後會有個小驚喜器掛分享給大家 好啦 終於要來一支抽獎影片了 上一次在分享開箱10萬訂閱獎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支影片是稍微有點憂鬱的 今天這邊再來鄭重感謝一下各位 如果沒有在螢幕前面觀看影片的你們 其實是不會促成10萬獎牌訂閱的榮耀 其實對於我來講 電玩也是門外漢 剪片也是門外漢 關於後製技術也是門外漢這一個人 其實能夠拿到這樣子10萬訂閱的小小殊榮 覺得真的是還蠻開心蠻感動的 今天就會藉由這支影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頻道裡面的事情 再來就是有最重要的抽獎活動 首先第一件事情要講的就是 一直以來的都有非常多人在分享一些資訊跟分享一些訊息給我 甚至有很多人會直接把一些網址啦 或一些連結等等的直接丟給我 不管是私訊留言 各種方式 其實我常常都會收到這樣子的訊息 又或許說呢在看影片的人 你是代表某個廠商大大 所以呢有時候我都會收到一些不太一樣的合作邀約啦 或者是一些資訊的分享等等的 其實在這邊呢真的都非常感謝 因為我的頻道其實從去年的1月8號以來啊 都是一直在做日更的狀態下進行 那日更這件事情其實最恐怖最難的就是很燒腦 因為每天你都要想出一個新的東西 如果說呢今天你有東西可以開箱的話 那我覺得還好 可能有一個題材可以讓你講一下 但是如果說呢今天你必須要憑空來講一個東西的話 有時候呢這一些朋友們所提供出來的新的題材 新的資訊或者是新的商品等等的 就是一個非常好發揮的一個題材 在這邊也非常感謝這一些曾經提供我很多 或者還在持續一直提供我很多資訊 商品或者是知識 甚至是企劃等等的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未來呢也真的希望 如果說你有idea或希望我開箱的東西 希望我去體驗看看東西呢 視訊給我或留言給我 所有好建議呢我全部都會聽過 第二點是頻道會員的部分 其實呢在上個月吧還是上上個月 啊應該是8月 我有開啟頻道會員這一項 要開的時候其實有一點偵查啦 因為怕開了沒有人家 首先呢是頻道會員的部分 基本上呢我也不會說特別承諾 我一定會在什麼時間給出什麼東西 如果說是願意加入會員的人來支持頻道的 我相信對於頻道啦 認同感或者是一個肯定 我覺得是ok的 所以呢在這個部分我基本上每個月 可能會有一支影片 至少會上傳在會員的部分 還會有一些小小的活動 可能也會分享給會員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特點的部分是我用不到的 再來呢就是有一些人抽獎沒拿走的東西呢 我也會考慮直接把它退到會員這個部分來重新再抽一次 如果中獎真的也比較有機會把它給拿走 其實呢我還是很希望把所有要抽獎的東西 可以把這一份歡樂這一份期待這一份興奮 把它分享出去 這才是我辦一個抽獎活動的初衷啦 不過這地方沒有辦法跟大家保證 因為可能會加入會員會有點好像在抽樂透的心態 想說我可能每個月呢幾十塊錢 然後買一個好像會中獎的心態 我覺得這個是放寬心啦 因為會員的部分其實你要中獎 他也有一定的人數 所以呢他還是有一定的機率而已 如果說今天是加入會員頻道的朋友呢 也可以給我一點機會 我會把一些影片呢 分享在專屬於會員的地方 會把一些活動呢也是給專屬會員的地方 但是呢可能就不會那麼硬性的壓迫自己 一定要每一天那種日更的感覺 或者是規定自己要周更的感覺 那我會很隨心的上片 把一些快樂呢分享給大家 聽到這邊呢相信大家已經開始覺得 喔有點悶了開始快要想要關跳了 沒關係最重要的狀頭戲來了 就是抽獎的活動 這一段呢真的要仔細聽完 因為今天總共會抽出的商品會有兩樣 首先第一個是我手上這一個 這個是異界鎖鏈 然後有搭配它的特點也是在上面 這一份呢我會把它抽出去送給大家 兩個東西的規則會有點不太一樣 首先我先來講一下異界鎖鏈的抽獎規則好了 它的抽獎規則比較簡單一點 跟之前的抽獎影片比較像 另外會有一個備注的部分 就是異界鎖鏈呢是給所有的觀眾都可以抽 只要你是頻道裡面的觀眾 你只要看到這個訊息 你只要有符合這樣子的抽獎資格的話 全部都可以來抽這片遊戲加上特點 總共有一份 那抽獎的辦法呢第一個當然就是要訂閱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 第二個呢就是要分享FB的詞篇貼文 我會有一個抽獎文 然後請大家要公開分享這個貼文 公開分享很重要喔 一定要公開 不然我看不到等於是不算的 第三個就是要在YouTube影片下方留言 包含著這幾個字喔 快來訂閱羅卡ROCCA頻道 完成以上條件呢 就可以參加抽這個異界鎖鏈加特點的活動 一樣是按照老方式 就是不收任何運費 不收任何費用 直接會把這個東西呢 寄到你的手上去 第二樣產品呢就是今天的重頭戲中的重頭戲了 因為今天呢其實有要跟大家分享一個特別企劃的部分 這個特別企劃呢就是大家在片頭上所看到的 我在Switch Lite開箱影片的那支影片裡面 其實有講到 要來辦一個小驚喜的企劃給大家 那個小驚喜企劃呢 其實跟這一支還有跟下一支都是有關聯性的 就是我們要來抽出這台Switch Lite啦 抽這台Switch Lite呢有幾個比較不一樣的規定 在這邊呢先來分享給大家 首先呢這台Switch Lite的主機啊 它是只有For台灣地區的觀眾來抽獎 就是說你的地區是在台灣 有辦法領獎的 才有辦法來抽這一台 我會親自把這一台送到你親自本人的手上 大家呢可能要稍微仔細的看清楚一點 記下每一個步驟 因為只要有步驟沒有做到的話呢 會直接取消中獎資格的 第一個是要訂閱羅卡ROCGA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因為至少你中獎的也要來領一下嘛 對不對 中獎其實是很幸運的 至少把它領走好不好 第二個呢是要在FB的此篇抽獎貼文的留言處呢 標註兩位好朋友 加上我要來抽Switch Lite的主機了 標註的方式呢就是小老鼠加上朋友的FB名稱 標註成功的話那個字基本上是會變顏色的 所以呢這一點一定要特別注意 第三點呢就是要在YouTube影片下方留言 欸這邊比較多一點的 留言的關鍵字當中呢 至少要快來訂閱羅卡ROCCA頻道 並且 並且喔 並且要留下在我頻道中看到最喜歡的一支影片 為什麼 這個一定要留言 因為到時候沒有看到的話 等於是取消資格 只要完成以上條件呢 基本上就是已經先符合了參加抽獎的資格 接著呢我會在2019年的10月5號晚上開啟直播 這個直播時間啦 我沒辦法跟大家說個定一點 至少女兒比較安靜一點的 我就會來開直播 我跟大家講一個時間 就是大概晚上10點到11點左右會來開直播 是那個時間會來開直播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小鈴鐺打開來比較有機會會收到那個訊息 而且你沒看錯 跟以往週日直播不一樣 我這次呢是把它放在週六的晚上做直播 基本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上線來 共同參與這次的直播抽獎活動 那這次抽獎的部分呢會比較不一樣 抽Switch Lite的程式呢 一樣會用YouTube官方的抽獎程式 中獎的朋友要在直播時間中回復喔 這個很重要喔 如果三分鐘時間沒有回復的話 就會再抽下一位 那基本上我可能會拿跟那種直播拍賣一樣 那個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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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主菜菜用的那個東西 來跟大家計算一下時間 三分鐘的時間如果完全沒有回復 沒有在線上的話呢 基本上就會再抽下一位 直到抽到中獎者出現為止 講到這邊大家可能覺得特別企劃快講完了 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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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 現在才是真正進入重點好不好 最重要的重點呢 就是今天這個特別企劃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這次企劃名稱呢就是 羅卡一日快遞員分享愛與歡樂的Switch Lite 這個名稱聽起來好像有點中二呢 不過應該是OK的才對 中獎人呢只要在抽中的時間內回復 我會在線上馬上查上面三個步驟有沒有完成 完成確認之後呢會宣布中獎名單 就要趕快私訊我的FB 這次的Switch Lite 中獎人 不管你在台灣的什麼地方 我都會親自過去找你 而且把東西親自交到你 就是中獎人的手上喔 不要找代收的好不好 不要找代收尤其是那種找阿公阿嬤那種 可能不太能溝通的那種的 不太行的喔 因為我的特別企劃 我就是要把這個東西特別的送到你手上去 全程呢我會拍攝一支影片 希望把這個快樂分享給你 收到東西呢也希望你可以分享一個小小的心得 或者是想要玩些什麼樣的遊戲 或者是想要送給誰 像可能有些爸爸媽媽抽完之後呢 是要送給自己的小朋友 那也可以分享一下這種快樂 臉部如果不方便露出來的 我會幫你打上一個微微的馬賽克 所以呢這個部分是不用太擔心的 就是如果你是想要保護個人 不太想要在影片中露出的話呢 我可以幫你打馬賽克的 這沒有問題的好不好 最後呢就是現在頻道 除了有羅卡ROCDA的頻道以外 這個頻道大部分會講電玩3C 跟一些資訊還有一些talk的部分 比較多一點啦 主要會在這一邊 另外呢還有一個比較生活一點的頻道 是EIO的頻道 在這邊呢其實老婆大人 跟我的女兒呢比較容易出現 當然我自己在生活上的一些 小分享的地方也有可能會 隨手把它直接丟在這個頻道裡面 如果說有喜歡這樣子題材的朋友 也歡迎可以去訂閱一下 EIO的頻道 EIO的頻道我應該會把它放在這邊 連結放在這邊 然後說明欄也會放連結 喜歡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訂閱分享它 當然也希望大家呢多多訂閱 羅卡ROCDA的頻道 因為這頻道其實我覺得 希望分享的就是一個比較歡樂 比較快樂的感覺給大家 在這邊呢真的要再次感謝各位大大們 如果沒有你們的話 不會有這個10萬訂閱的小小書籠 也不會有一些頻道流量跟一些頻道營收的產生 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 那未來的朋友呢 也會繼續再分享一些新的影片 如果說有新的題材 新的企劃 新的建議 好的東西 好的產品呢 也都歡迎分享給我 我會試狀況來決定 去拍這個東西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呢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 記得抽獎步驟要做到喔 不然這次可能會被取消抽獎資格